云人消息来看就是香港武打明星洪金宝 曾经被封为最灵活的胖子 不过呢近年来他的健康状况一直很不稳定 2017年还接受了膝盖手术需要靠着轮椅 还有拐杖来逮捕 而最近呢网络上面就疯传一张他拿的拐杖 现身足球场的建造也引发了讨论 神穿灰色运动衫一手拄着拐杖 另一手还需靠别人搀扶 香港武打明星洪金宝看起来相当憔悴 照片在网络上掀起热议 这几年洪金宝的身体状况一直不太稳定 过去曾胖到108公斤的他 曾经一餐能吃八碗饭 还患有糖尿病等多种疾病 因为膝盖软骨组织严重受损 2017年进行手术 但出院后仰来轮椅和拐杖行动成了问题 体力精神也大不如前一度报受 甚至他的媳妇也曾在节目上透露 洪金宝连自己的孙子都抱不动 但也有网友看了照片后指出 这应该是在疫情爆发之前 举办的香港明星足球赛被拍到的 虽然不是最新近况 但粉丝们看到洪金宝还能行走 身形相较于之前报受状态也圆润许多 表示放心不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